现在我们去第3题 第3题 现在我们要看 题目跟你讲说 E和F E和F是 BC边上 E和F是在BC的边上 然后BE的线段跟CF的线段是一样长 BE的线段跟CF的线段是一样长 然后AB的线段跟 BC的线段是一样长 再来 脚B跟脚C是一样大 OK脚B跟脚C是一样大 然后我们要找 所以现在我们要找 三角形ABF 三角形ABF和三角形 DEF DCE是一样的 OK 那在这里我们当然 题目虽然给你3个 他虽然给你3个资料 但是这3个资料里面 你要自己再去分析多一次 OK 那一开始 我会写上 AB跟DC 已知 OK AB跟DC 已知 然后脚B跟脚C也是给你了 所以脚B跟脚C也是已知 那为什么呢我没有写上 那个 BE跟FC 已知 那是因为和 BE 它只是 其中 BF 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要证明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话 那你必须 证明的是整个BF的线端 还有整个EC的线端是一样长的 它们如果有其中一段一样长 不代表说 它们的全部的长度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证明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话 我一定要证明 BF的长度 跟整个EC的长度是一样长 那你才可以用 S A S 的 判定 来去说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 OK 那第三个 我们要证明 BF跟FC是一样长的话 那当然 题目一开始就有跟我们讲了 BE是CF BE等于CF 所以我就可以写上 BE等于CF OK 如果你两边 因为两边你会发现到 BF 它有其中一个线端是EF 然后EC 也是有其中一个线端也是有EF 所以你两边一起加EF的话 OK 两边一起加EF的话 那么BF跟CE肯定也会是一样 OK 所以第三个是你要自己去找出来的 就是通过题目给你的一些资料 一些提示 OK 然后你去那边衍生下去 然后再去找出证明 BF 和CE 是一样长 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有S 有A 有S 那我当然这两个三角形就是全等三角形 就写上 SAS OK 就写上SAS OK 那A的部分 如果你解决了的话 通常下面的都是很简单 你只是要解释而已 OK OK 脚A会等于脚D的原因是因为有对顶脚 OK 只要这两个三角形你已经证到它是全等三角形 那么脚A肯定是跟脚D一样咯 那你就写上脚A等于脚D 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对顶脚相的 OK 然后再来就是 AF和DE 会一样长的原因是因为 它们有对顶 边相等 所以 只要解释这两排字给它 就可以了 OK 还要你证明的话 其实最主要就是 你要懂得去写这两排字下来给它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三题的解法 有没有人当中有问题的吗 第三题 OK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再去第四题 OK 好 我再等一下 有人打问 康明 你要问什么 康明 嗯 你要问什么 有问题要问吗 有问题要问吗 阿明 有问题问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第四题了 行 有问题 有问题要问吗 有问题要问吗 如果你面前 用问题要问 第四题 法师还是不明白那个SAS SAS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SAS来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话 如果你要用SAS 去证明这两个三角形 是全等三角形 你必须要找到两个边长 两个边长就是 他们有两段边长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他的夹角 也是一样大的 只要你可以证明 这三个东西出来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 绝对是全等三角形 所以你在我看第三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在算的时候 我都会用 所以你看啊 其中两个一定给了你AD OK 其中两个一定给了你 AB和DC是一样长哦 其中两个条件 AB跟DC是一样长 然后角B跟角C也是一样大 再来就是 第三个是我们通常要自己去找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的话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的话 我可以用到这里哦 那边有面包的冰箱 哈哈 在这儿 我可以用到那边的冰箱 没有那边 OK 所以 我可以用到夹了 我要有起司的冰箱 我要起司的冰箱 你会找起司的冰箱 我问大家 去问爸爸 去问爸爸 妈妈要起司的冰箱 去找爸爸 OK Ming你这儿有 这两个还有一些 你OK吗 其中两个 我先找啊 我EF是BF而EC边上的其中一条 对啊,有没有发现到 BF它用整个BF它是不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BE,一个是EF 对吗,它是由两个线段结成的 有没有看到 对 所以题目跟你讲,BE跟FC是一样长了,对不对 所以如果BE我在接EF的线 是不是等于整个BF的线 接EF 对吗 跟那一整条线 是,我们要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 我们一定要用到的是整个线段 BF 你不可以只是拿一部分 因为我们要证明整个ABF OK 你要证明整个ABF 那你就要证明整条BF的线 和整条EC的线是一样长的 妈妈,我过不到 这里都你可以过哦 要,要过啊 多东西 你去桌上去桌上去桌上 去 我去买一条起司饼干给你 OK 我们去桌上去桌上去 我过去Semina 你不要吃饭了 吃饭干 所以Kami你那边ok了吗 Kami你ok了没有 只是那个对角 那个A是只要有另外一个一样的就可以了 对应角是吗 只要你可以证明两个三角形是全等 那么 脚A那边它的对应角是不是在脚D那里 脚A的对应角 因为你A对过去是D 它们是全等了的话 那它的角度是不是都会一样大 它的对应过去 所以在这边 B那边 主要是你要懂得去写后面那一排字 因为脚A跟脚D 它会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对应角 然后A F和E 会一样长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对应点 OK吗 可以吗 可以吗你 可以吗 OK OK啊 你没有回过我就当着你ok了 OK 来大家去第四题 OK 第四题 这里有 OK 这边 在这个下图所示 四边形ABCD里面 AD和BC 平行且相等 OK 它已经提示你了 这里 平行 AD和BC是平行 而且相等 相等 就是说这两个线段也会一样长 OK 所以现在A 它要求我们证明 ABC 和CDA 是全等三角形 就是上面那个三角形 跟下面那个三角形 是全等三角形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三个东西 OK 一定要三个条件写出来 那只要它符合三个条件 那么就是全等三角形 那首先 AD跟BC 它已经跟你讲相等了 OK 相等就表示这两个是一样长 的 当然我就可以直接写 AD 和BC 等于 等于 是一样长 原因是因为题目给你的 OK 以直 然后呢 再来就是 DAE 因为这里有平行 OK 大家 当你有平行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强调 如果题目跟你讲有平行的话 那其实多多少少它会出现内挫角 或者是同位角 或者是同位角 或者是同旁内角 这三个其中一个一定会用到的 所以呢在这边 既然 既然这两条线是平行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到 AD的线段 跟 BC的线段 会产生 一个内 它们会有一根内挫角 OK 它会有一根内挫角 所以我就可以写上 脚 DAE 呃 写错了 不是DAE 是DAC OK 这里是C啊 所以脚 DAC 和脚 BC A 会相等 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平行线 然后使到它们的内挫角 会相等 OK 所以 从题目里面的提示那边 我们就已经找到第二个条件 如何 那第三个条件在哪里呢 所以从这里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三角形 都有一条同样的边 OK 这两个三角形都有同样的一条边 就是在AC那条边上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AC是公共边 因为两个三角形都有用到AC的边 OK 所以从这里 就有SAS OK 因为这个AS AD 你知道了 A那边的角度 我们用内挫角证明了 然后还有公共边 所以你看它的顺序是SAS的顺序 所以我们是用两个三角形全等 原因是SAS OK 所以这个是A的解法 那么B 如果题目给你角CAB48度 OK 角BAC是48度 所以BAC是在这里 48度 然后ACB25度 所以25度是在这里 那我们要找的是ADC的角度 所以ADC是在这上面那一边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找的是上面那一个角 所以我可以先用三角形内角核 先去找这个B的角度是多少 OK 先用三角形内角核去找出这个角B是多少 OK 当你找到这里是107度的时候 OK 当你找到这里是107度的时候 那你要懂的就是通过A那边 通过A那里 我们知道说 脚B的对应角 跟是在脚D那里 脚B的对应角是在脚D那里 所以如果脚B是107度的话 那么脚B也会跟着是107度 OK 所以脚B如果是107度 脚B也是跟着107度 因为有对应脚的关系 OK 所以这个是B的解法 所以ABOK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去最后一个小题 证明AB平行于DC 有问题吗 有问题我就停一下 没有的话 我们就去第三个小题 OK 所以第三个小题的话 我们要证明AB跟DC是平行线 OK 我就去下一页 因为我那边不够位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证明 如果你要证明AB跟DC是平行线的话 那也就是说 只要你可以找到有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OK 它如果两个角度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有同位角的话 是因为有黑错角的话 那你当然就可以讲这两条线是平行线 OK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在A那里就已经证明到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的 也就是说三角形ABC 是全等于三角形ADC OK 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们证明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 OK 那首先我们要证明这两个三角形是平行线的话 如果你要证明这两条线是平行线 那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有一样线 如果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话 那么当然它的内错角相等的话 那么这两个线就一定是平行线 OK 只要你可以找到有两个角度是一样大的话 那么这两条线就一定是平行线 OK 刚才上面这里呢 一样大的话是上下两条线有平行线 那这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如果 因为呢如果啦每一个线都会有内错角 但是不是每次的内错角相等 就好像我现在画给你的哈 你看我现在画一个Z字形 它们看起来是有一个Z 可是你们有发现到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会不会一样大 OK 它们有内错角但不一定一样大 如果这里的角1跟这里的角2 它没有一样大的话 它如果不一样大的话 那么就是说 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就绝对不是平行线 OK 如果内错角没有一样大的话 那么它们就没有平行线 只有内错角相等 那么它的两条直线才会是平行线 OK 所以在这里我要先证明这两个角有没有一样大线 那从这里角 这个角A OK 所以这里的角度 角BAC OK 这里的A 所以你看啊 这里的A 它的对应角 是在 我这里写错了 ABC的话 应该是 CDA才对 我这里写错了 CDA才对 OK 这边写错了 所以这里的角A 它的对应角是在角C那边 OK 角A这一块的对应角是在角C那里 所以 就写上 角BAC 等于角BCA 因为全等三角形 对应角相等 所以我们用对应角的概念 去证明这两个角度是一样大的 所以 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 写上说 AB跟DC是平行线 因为它们的内错角 OK 因为这里的内错角是刚好一样大 所以它的内错角因为是相等 所以它的两条线才会有平行 然后最后如果你要证明 AB跟DC一样长的话 当然 这两条边一样长也是因为它们有对应点 OK 最后的问题是 AB跟DC会有对应点 AB跟DC会有对应点 AB跟DC会一样长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有对应点 OK 那在这边 ABC ABC 有谁有问题的吗 可以问吧 老师 这样你就算完了啊 是的 这个就是SAS的部分 所以你们今天的功课是 今天的功课呢 是学习 怎样利用SAS 去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 然后怎样从图里面去找它的对应角和对应点出来 OK 所以你们今天学了 趁你们的记忆还在的时候 你赶快去练习一下该怎么去做 该怎么去做 会比较好 老师 老师 讲吧 我肚子饿了 肚子饿找你妈妈啦 你找我怎么 我要去SAS PINKCAD 你要去SAS PINKCAD 你去买啦 你去买啦 不可以